每逢过年过节,南投县佐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都会办理应景活动与长辈同欢 而明天就是元宵节了,关怀协会特地规划办理猜灯迷及搓汤圆 同时与长辈们一起做健康促进的活动,也借机选导武汉肺炎的防范措施 从汤圆之前,社区长辈们都先洗手 也戴上口罩,做好卫生管理 对于能够来据点,大家一起动手搓汤圆 表示非常感谢赖议员的用心照顾 长辈们非常熟练地搓着汤圆 并表示很高兴能一起欢度元宵节 台湾习俗,元宵就是小过年,希望大家圆圆满满 来这里,收鸵很熟悉,大家做的很快乐,很高兴 收鸵玩玩,算我们玩这个,是团园的,也算少过年 为了不让长辈们吃过多甜食,则按成长学院关华协会 准备了芹菜及肉馅,煮了一大锅的咸汤圆 让大家提前欢度元宵节,县议员赖宴雪 也祝福大家吃汤圆,圆满快乐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再见 谢谢观看